歡迎各位收看劇場會客室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溫迪倫先生 阿B 多謝你沒有丟下我們 的承諾回來繼續 我想問問你 我知道你做了很多不同的製作 在香港也有做 在外國也有做 不如你跟我們說 你創作不同的製作 我知道你都是不同的崗位 例如有燈光 報警 服裝 甚至是導演 你選擇一些你自己比較 印象深刻一點 自己喜歡的製作 跟我們分享你的創作經驗 其實如果你說導演 我就剛起步 我不敢告訴別人 我做導演 所以導演的東西 都是在香港 跟比較小的團體 或者是比較小型的演出都有 所以如果你說大型一點的演出 或者可能是外地的演出 或者可能是外地的演出 多數都是做燈光 報警 或者有時是整個Centography 幫它想出來 會是這樣的規模 如果你說印象深刻一點 你剛才問過那個飛鵝 那個其實就是我在荷蘭讀書的時候 畢業要做演出的 做完那個演出之後 跟著那個演出 我們就寫了一個報紙 然後畢業了 其實那個演出 做完就打算算數了 因為那個演出有個問題 雖然是一個劇院的情況發生 但是其實是很尺寸的 為何這麼說呢 因為譬如說我們平時的 劇院的觀眾殖民很多位 那次我全部的椅子都拆掉 我只剩下中間兩項 二四六八十十個觀眾而已 然後劇院本來很闊 然後我就把那些黑暴 全部閘閘到那麼小 所以觀眾是看著走廊 變成他們坐著看著走廊 看著空台發生一些事情 其實演出不是很長 15分鐘17秒 沒有演員 但是完了之後 其實我有份問卷 問回觀眾 因為讀書要做功課 問回觀眾 我問觀眾 你覺得剛才戲裏那個 是男生和女生 你覺得剛才戲裏那個 那個人物發生了甚麼事 但是觀眾不知道 整套戲是完全沒有人出過場 只是有一把聲音 不斷地講 Sanway Podcast的劇本而已 但是觀眾填回來 所有人都說是女生 那個女生發生了這種事 很詭異的 但是整套戲沒有人出現過 那是出現甚麼 除了聲音 有個燈膽放在地上 然後有些光的東西閃一下 然後有些東西搏一下 搏一下 是這樣的裝置 但是你都覺得這樣是女性 其實 因為那個劇本 其實你知道 Sanway Podcast的劇本 是你看完都不知道他講甚麼 但是其實你是看完 不知道他講甚麼的中間 其實他在講一些東西 或者其實他在思考一些東西 其實我只不過用了 我最擅長的東西 劇場那個空間 和燈光上面的一些變化 去將我閱讀到的東西 去呈現出來 然後給觀眾去再閱讀 所以他們不知為何 閱讀完之後 譬如我問他 我說地上的燈膽 你覺得是男生和女生 他們會說是女生 然後我會問他們 那個燈膽的光度 和那個聲音有甚麼關係 你覺得有甚麼關係 他們就會說大小聲 不知為何他們會看這些東西 不過是 這也是我希望得到的答案 做完那個之後 接著回來香港 我打算算是 可能沒有機會重建 香港沒有甚麼劇場 但是跟著 那時余振球 又是余振球 擺脫不了他 余振球剛剛搞澳門的一個禮稅展 他便說 喂 不如你拿你的戲過來做一次 我說好 隨便吧 接著就去澳門 那次我演出的地方 就是在營盤街市 就是在議事庭前地旁邊 有個街市 街市的頂樓好像隔火層一樣 有整層沒有人 沒有東西 沒有燈的 全部都是灰 骯髒的 垃圾缸 在那裏做了一個演出 但是因為他那裏不是奇緣 變成所有事情 我們要從頭來過 變成在一個爛融融的地方 要弄十張椅子出來 掛了這些布 又要 連燈都沒有 電都沒有 然後又要去哪裏找燈回來 接著 我們平時用開的燈 例如這麼大支那些 但在澳門沒有 澳門就是在用三十年前的模特 嘩 都不知道怎麼放進去 有很多這些東西去克服 還有因為那個演出是沒有演員的 所以其實那時候他們在澳門 有個澳門人 有個女生幫我做DSM 幫我結束所有事情 其實他都很辛苦 因為他同一時間要控制一些機關 我戲中間有些機關的影響 又要出聲 又要轉燈 但又沒有演員 變成他又要聽著劇本 一直跟著時間去做的事情 但他們的英文又未必是 好像荷蘭人那樣那麼厲害 他們又聽不到 那次真的是一個挺重要的事情 但非我這套戲很有趣的 就是他做完這次之後 我都想著 終於在亞洲做了一次 打算算了 誰知道2006年的時候 又有一次機會在上華民意中心做 但不是劇院 是在展覽廳 然後我用同一個 十五分鐘十七秒的聲帶 但就把整個展覽廳反轉了 來設定 然後把觀眾集中在中間 然後把我們平常擺展攤的 組織圈圍圖圍圈圍圈圈圍圍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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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這裏著燈 又有事發生 都挺適合Halloween製造的 那次是一個變種 將那個戲變種 但其實這些都是非我這類型的 是適合一些小劇場 Black Box 一些很細的地方製造 跟觀眾的距離一定要很接近才行 否則你是拿不到給他們 但是除了 Black Box 之外 我也有印象深刻一點 譬如Peter Pan 有一次替ABA製造 香港的公司製造了一個小飛合 在演藝學院製造了一次 在新加坡 馬來西亞 菲律賓都做過一次 是同一個製造嗎 同一個製造 即是巡迴 同一隊人 巡迴 周圍幾個站巡迴 那次其實那個經驗是非常開心的 第一就是那個披雲不錯 當然他們又不是很商業的運作 是他們相對來說是商業的 但是不是很商業的運作 但是其實不是完全是他們給多少錢 而是後來他們裏面有人告訴我 導演曾經說過的說話 我很開心 其實那次的情況就是這樣 有一次我那陣子沒有甚麼事做 又在街上走來走去 不知道為何經常都在街上走去 然後就會收到電話了 然後當時有個朋友打電話給我 他說 喂 阿B 救命啊 我說甚麼事啊 喂 有個表演 兩個禮拜之後就要飛去新加坡了 但是現在還未有人做得到惡客 然後講了情況 我就想 隨便吧 好吧 那你去多少錢 我說 我不知道 你們有多少錢預算 你告訴我 然後我給他一個價錢 which is 那個價錢 已經是我們平時 譬如幫劇總間做秀的一倍的價錢 我打算不要緊 我只要簽了價錢 去落地還錢 然後他的價錢都OK了 我簽了之後 去做 在做的時候 即是完結了我們去飲食的時候 叫我的朋友才告訴我 他說 其實那時我告訴老闆 我說找你 然後把你的報告給他看 嚇死他 我說 為甚麼 他說 哇 你又做過燈光 又做過這麼多年的經驗 然後還做碩士 這個價錢很划算 我說 蛤 我如果這個價錢很划算 那我過去十多年 就下載得很厲害 不過 沒辦法 因為不是下載的 因為如果真的下載的 下載的不只是我 是整個行業的所有人 演員 舞蹈員 導演 你說如果下載的 我覺得在香港做導演 舞台劇的導演才下載得很厲害 是 有一年我 因為我平時都是做燈光 報警設計比較多 有一年那時排 幫石順之他們的合唱團 排一個音樂劇 小朋友的音樂劇 其實是Annie 在文化中心第幾年做 排那個電影 又用了很多時間 因為小朋友用的時間特別多 完了那個電影之後 然後到年尾 稅谷記章單來 我賣數的時候 我才發覺 為甚麼不見了一段 我的年收入不見了四分一 因為我要排那個電影 我用了很多時間 於是有很多其他 本來的燈光和報警 或者製作品的東西 我做不到 我只可以去做導演 因為沒有時間 然後不要緊 但是到年尾計算的時候 你便發覺 原來我一做導演 是會不見了四分一收入的 所以你剛才開頭前 導演就是 對 千萬不要當我是導演 沒錯 所以其實挺慘的 因為你不單是音樂 其實就算是畫期也好 或者是舞蹈也好 你做導演那個 你陪著演員去排 或者是之前跟設計師去談 或者是跟製作的人去溝通 那些時間都是時間來的 我還有家人的 我都要跟家人吃飯的 我不可以說七二十四 給了製作品的 我都要睡覺的 所以其實這間生態是這樣的 不過剛才說PFan 很開心的不是只是錢 而是我覺得在整個過程裏面 溝通和合作是非常之好 是應該這樣說 是我自從1993年 在英國學院畢業之後 來到現在已經18年了 是唯一的一次 我做得最開心的 是 我想不是因為他不在香港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那次我們去新加坡 就是Espanay 他們的劇院就很漂亮 很新 還有他們劇院裏面 又不知為何機器有很多 電腦燈也很多 我整台加上六十多支電腦燈 在一個好像 這個電腦那樣的尺寸的台上 真的挺好用 挺好玩 但最好的就是在過程裏面 跟整個團隊溝通得很好 大部份時間我做燈光的時候 無論是甚麼劇團也好 很多時候我都會有個感覺就是 好像自己很孤獨地躲在一個黑色的觀眾 直到看著光亮的空台去做燈 那樣東西很孤獨 但是那次是沒有這種孤獨的感覺 因為在之前談過的過程 跟導演也活動得很好 跟報警設計也活動得很好 就是大家在報警的顏色上 我們都可以聊一大量 跟製作主管也活動得很好 在每一天做甚麼的細節裏面 就聊得很好 他們其實沒有特別照顧我的 我也是去到自己 在一個不認識的電腦裡找飯吃 他們沒有特別照顧我 但是我想很多做劇場的 為甚麼我們會這麼下班 但是也堅持在這裡做 在過程裏面跟你工作 跟他談 然後大家一起合作一件東西出來 那個感覺是非常微妙的 那次做Fearer Plan 這個感覺是很強烈的 我不知道其中一個原因會不會是這樣 因為那個團隊裏面 譬如一個英文的音樂劇 整個團隊裏面很多都是外國人 我不知道跟這個有無關係 你說是外國人的問題嗎 他們的文化問題 是文化的問題 因為譬如在香港有時做一些演出 你跟導演談的時候那些感覺很極端 有些導演說我想這樣這樣這樣 即是跟你做 另一種就是我不知道你說怎樣就怎樣 是 那即是我決定了 那即是不用談 是 我們好像缺少了一件事 即缺少了談的過程 是 明白 不是說要談 我其實很無耐性講電話 我亦很無耐性坐在那裡談無謂事 但是我們針對著這個項目 我們其實是在說一個故事 或者是我們在做一個幻想 是有些東西是要溝通的 有時就算導演你有的想法 你都未必是說得出來的 變成在過程裏面 可能報警的服裝或燈光的音響 其實就是跟他一起去工作的一件事 這個感覺是 為甚麼這麼說 這種態度 我很強烈是覺得我是讀完書回來之後 我經常都強調或者我經常提醒自己 喂 你不是只是做燈光的 你不是去serve purpose 這麼簡單的 其實你是幫助導演用你的工具 去把故事講得更加好出來 所以其實我也是導演 或者是一個影子 我也是導演 當然我先明白他的意圖 然後再用我擅長的事去幫他做 如果導演可以 好像用演員一樣 這麼靈活地去運用燈光的話 他就不用找你了 反過來一樣 如果我用演員可以用到 像Mo Sir那麼厲害的話 我自己做導演做燈光就可以了 但是不行 你是不是第一次有些不太孤獨的感覺 是嗎 是的 很開心 即是有一個團隊工作 但其實環境是很困難的 因為在新加坡雖然有很多工具 但是第一就是那些人說普通話 和說一些大家都不懂得聽的英文 所以你戴著耳機跟他講 跟他做訊息的時候 真的是難度 真的辛苦 還有那個演出就設定了九天 只是設定和演唱片做了九天 因為那個層次真的很誇張 他們在維加斯飛的那些人過來 只是做飛人的部分 新加坡那次也算舒服了 後來就去了吉隆坡 吉隆坡就是完全第二個文化 我想香港和新加坡有一樣東西 很相似的 但是大家都工作人員 大家說做事的時候就做事 但是你忽然之間去到馬來西亞 去到一個陽光與海灘 是大家都很冷靜的地方 你到法國要工作的時候 經常都沒有人做事 但是吉隆坡的經驗不是最可怕 最可怕的是去到新加坡的時候 當我們去到馬來西亞那個文化中心 我是由設定第一天掛完燈 等到第三天才有電燈 馬來西亞的那些人不是一個村 不是 不是 然後有時候我們 譬如說我們這兩支燈要走在一起 我們有電線用似我ack 你看它貼命 他們不是的 他們是 還在用咬開 扭上銅線 用膠紙包著那一支 還是在那個階段 忽然間好像很 救命 其實做過程是很辛苦的 但是有那種滿足感 是可以 卻加強Cont nunca 那是很辛苦的事 你所說的也不奇怪 因為我朋友說見過馬尼拉那些人 在開車時 他把手伸出腳伸出來 所以你第三天有電也不算太差 每天坐著等著他有電 大家一起等 所以那次很辛苦 如果你剛才說 在跟一個比較多不同的文化 民族的人一起工作的時候 是有一個團隊的工作 而且你沒有試過享受過這種感覺 換句話說 在香港做 其實大家的工作方法不是這樣 是 是不是真的不同 是工作的習慣不同 又不要說到好像香港做劇場很辛苦 不是的 譬如我們劇場那間 譬如張可堅、余振球 我們這三個 其實我覺得工作得不錯 譬如那時做《十二樓漢》 在文化中心四面觀眾 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 但是余振球不知為何 忽然就說要用鐵籠罩住演區 是 是 那個劇場其實都談了很久 他一說照著演區之後 然後 咦 那我的臉部被人封鎖了 就沒有臉光了 然後又要轉去另一個方向想 然後他把桌子打斜擺 但是他剛剛擺桌子的地方的上空 就是文化中心劇院裏面 沒有位掛燈的地方 他又有個籠閘著 這裡沒有位掛燈 那怎麼打呢 那裏就談了很久 但是只要大家肯談 大家互相扔東西出來的時候 就是那個過程其實很好玩 譬如那時做《夢段維港》 在文化中心海旁 用維港做背景 我們找些貨櫃圍住 那次是我剛剛回來香港 幫劇場空間做的第一個製作 我記得我在那個地方 看了三次日出 我沒有回過家 哦 是這樣 因為我在那個地方一直不斷 他們砌 砌到上下 演員來進去 砌完之後就通宵再砌 砌到晚上演員又來的時候 然後有些什麼改變 又通宵再砌 所以第三次日出 我看著太陽在那個地方出來三次 哇 這個也是一個經驗 那時是年輕 那時年輕就熬得了 現在可能不行 就是72個小時 知不知嗎 可能多過 可能多過 總之第三日夜晚我去回家 是 是一定要回家 不回家 我知道我死定了 不會死的了 哇 這個真好 余震求生那時他沒有說 他就是裝說 哦 他不知道嗎 他當然不知道 他們是排完之後就走了 我們做後台做back up 那些演員那些導演怎會知道 他們不知道 是的 不過這集我們一定要叫阿裘來看 因為好像他在無處不在 沒有辦法的 因為我跟他走的路很相似 他也是做完畫劇團 然後又是去做燈光 然後又是做報警 然後又是做導演 不過我可能次序調轉了 我就去學燈光 然後去畫劇團 然後去做報警 然後去做導演 變成一個圖案很相似 還有我們這些是 我們這些兩邊不是人 那些譬如戲劇學院的同學 就會覺得我們是做後台的 但是我的後台的同學 就經常說 你都不是做這份的 你是那邊的 現在我是邊緣人的狀態 經常都說有為才有機 其實有些時候也是好處 好處就是 你下次誰不夠不值的 你想一雞兩吃的就找我 是啊 你其實是憎恨值的 是 這樣就想吧 唯有 好 是的 好 那我們今集又到時間了 我們明天希望有機會 再請你上來再聽說 好 好 好 很開心 多謝你沒有放下我們 是 很開心 好 多謝阿B 我們也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好 ators馬賽